非常羡慕我们新的航天员 你看你能在那么大的客厅里头去活动 天宫一号在离开了神州九号之后 它将来的使命完成 以及它整个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 一个说天宫一号的使命现在还没有结合 对 它后续跟这种切散 并不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看似好像很简单 其实一点不简单 听到的是正常中的一个大动作 这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动作 长城报告 推反分离 推反分离 报告 应该有几百米 几百米 几百米 是吧 好 我们的神州九号 活动 因为等于出舱本身是一个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执行航天任务 好 我们看到 可以 庞天员 秦海棠 在一个人员的协助下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